而再来看到光复乡长林清水从上任以来 为了解决部落公共空间环境建筑缺乏的问题 特别向圆明会争取核定5000多万元建制 泰巴朗之星新建计划的支持 那么地方将近1300多万的配合款 今天送交光复乡台会临时会审议 全数支持通过 而乡长林清水是如释重负 预计明年全面推动执行 为了解决部落公共空间建筑环境不足的窘境 光复乡长林清水从108年 着手规划以泰巴朗部落100坪的乡友建地为基地 向圆明会争取建制部落公共建筑 获得圆明会的计划支持协助地方推动 我们泰巴朗部落之星 终于从108坪到今年终于圆明会准了 我们一定在自己我们的建立上 工作建议上来盖部落之星 我们一定三层 每一层楼大概100坪左右 像我们第一层大概有电梯给老年人来使用 然后两层楼因为我们进泰巴朗国小 所以我们想二楼就给小朋友一些电脑 一些东西给他们使用 那三楼就可以打美国大型会议室也好 机会场所也好 可以解决我们泰巴朗这些公共设施的不足 尤其现在真的他们有办奖息 有办活动 找不到適当的地点 我想都因为地点又好 获得圆明会竞争型计划的泰巴朗部落之星 新建工程规划三层楼空间建筑 与部落说明协调调整再调整 近期圆明会终于核定5000多万元经费支持 地方将近1300多万元的配合款 相公所也在今天相待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中提案 相待会主席廖宜君以及相代表同仁们也都全数支持通过 经会我们这个经会比较庞大 总经会是5300万 所以一直在修正 一直在跟部落沟通的一些功能性 建筑外观 然后再送给县政府 县政府再送给圆明会 他们在审查 所以最终总会完成我们说明 谢谢花林县政府 我们谢谢圆明会 对我们部落这么大的一个建设 给我们定义的来支持 那当然配合款 我们谢谢我们代表会 配合款方面让我们顺利来过关 不论是中央核定经费 还是地方配合款 台湾部落之星计划走了五年 终于在2023年尾声 全都顺利获得支持 如是重负的乡长林清水也乐观表示 已经顺利上网发包 渴望在一年半的时间内 披荐完成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